黑色轿车停在马路边 驾驶准备下车 却没有两段式开门 刚好后方一台机车经过 瞬间被击落 老翁当场摔车倒地 一度爬不起来 驾驶下了一大跳 赶快上前查看 帮忙叫救护车 还好当时后方没有来车 否则恐怕陪上人命 直接开门就很危险这样 所以下车的时候 一定都是要从我们右边开门 对对 就是检查后方来车 原来一早八点多 63岁男子前往岔工 将汽车停放在路旁 疑似忙着拿取办理的文件 下车开门时 没有注意后方来车 害得73岁老翁撞飞倒地 还好只有轻微差错声 此项不当开启车门的行为 是违反这个道路 这样管理处罚条例 1200块到3600块的花园 警方也再次提醒 驾驶开车门时 一定要先转身向后看 确认有无来车 再以反手围开车门 迅速下车 若没有一规定开启 酿成身亡 就得吃上罚单 第二六文彬 杨静蔡敦营云林报道